这几天出门就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天气真的好热 但是到了午后又会大暴雨 这样的天气形态到底会到什么时候呢 请记者会先带我们来了解 今天天气非常的热 尤其我们看到在云林陡南高温飙上了38.5度 那么在中午过后在北部地区下起了雷震雨 也吓坏不少人 明天开始高压稍微的减弱了 高温也会有所下降 不过雨区也会扩大 我们看到在明后两天中部以北地区 东北部东半部以及各地的山区 都有午后的雷震雨之外 要留期留意的就是降雨时间也会拉长 特别是中部以北地区 可能会下雨一直就下到晚上了 那么未来一周来说 从23号到29号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 可能会达到36到38度 至于降雨形态 是以午后的热对流形态为主 也就是说会下起短暂的雷雨 以及阵雨 那么今天天气非常的热 我们也看到了在紫外线方面是非常的强 达到过量以及是危险的等级 要怎么样来防范 包含了是可以戴帽子 以及撑阳伞 还有的就是要适时的补充水分 而且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了 那么高温的状况之下 专家也有提醒了 他说要避免在上午的十点钟 以及下午的三点钟的时候出门 因为这个时候紫外线是最强的 很可能会晒伤之外 也要小心可能中暑 日元汇率第一薪 很多民众到日本去玩 但现在似乎越来越不划算了 为了解决过度旅游 现在北海道也要修住宿税 怎么回事 会先告诉我们 很多人都喜欢到日本玩 不过却也造成了日本的重点观光区 人潮过多的状况 也就是说衍生了过度旅游的情形 那么现在各地政府要来解决 就提出了要来开征住宿税 而最新宣布 沿你加入的就是北海道了 怎么征呢 他们说要以照每晚的房价 课征日元100到500的日元 也就是新台币 20.6块到103.1的台币 预计最快2026年就要上路 而有了这些的税收之后 预估说一年的税征 可以增加到9.3亿的台币收入 北海道的政府就提到了 这些钱怎么用呢 他们要用在第一个人力的开发 交通运输的补足 以及要把行销做得更好 不过北海道这样课征住宿税的做法 其实也不是新鲜事 因为过去在北海道的滑雪盛地 新雪古丁 就是在预计今年11月的时候 就要课征住宿税 另外还有的就是札幌 韩馆等等十多个士丁孙 也准备都要来开征住宿税了 不过也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说北海道真的要开征住宿税的话呢 那么很可能 比方说民众是住在这个新雪古丁 要被课征一次税 而北海道又再课征第二次 等于说是双重课税了 因此要怎么样解决 现在政府会进一步的来做研议 还想掌握更多消息吗 赶快拿起手机 扫描旁边的QR Code 掌握更多讯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